这是我们知道的 凡夫往生 一瓶烦恼都没断 待业往生的 到西方极乐世界 得阿弥陀佛 四十八运 为神加持 你的智慧 神通道理 几乎与法身菩萨相当 但是他知道 那不是你自己的 不是你修的 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 加持你管用 不是说加持有名无实 不管用 为什么呢 你有能力 每一天到西方世界 去拜佛 去听法 到西方世界拜佛 你肯定去供养 供佛 供佛是修佛 听佛讲经 开智慧 是文法 供佛文法 度身 那这是大乘菩萨之心 你现在虽然自己 没有这个能力 可是佛的能力 加持给你了 你能做到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去看 从阿弥陀佛 本愿加持 借座阿弥陀治菩萨 那我们讲 纯世菩萨 讲得通 下下平往生的 那都是菩萨了 他是阿弥陀治菩萨 但是 加持你 你自己 烦恼 慢慢的会减轻 智慧也增长了 你的级别自然就提升了 阿弥陀佛加持 不是永远加持你的 你还要在加持当中 努力去提升自己 提升到什么时候 不要加持呢 提升到真正是暴徒的时候 不要加持了 换一句话说 你在凡神通知 在方便犹豫土 你没有福利加持 你就没有办法行菩萨道 没有办法像大菩萨 这么样的自在 这个自在 你从四十八院就看到 四十八院所描写的 都是这些菩萨 大自在 大圆满 到四方极乐世界就有 这是 无比的殊胜 四方世界所没有的 只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 你真搞清楚 搞明白 你能不去吗 你肯把这个机会当面错过吗 那你就真的错了 真的大错了 所以你搞清楚 搞明白 真正想去 老实念佛 就搬到了 所以今天 极乐世界人民 所谓的人民 成为生民 你看 他能够到 无数佛国 做无量佛事 这个佛事 就是 听金 供养 这叫佛事 对老师的尊敬供养 修福 跟同学们 接约 这都是佛会双修 听老师 教诲 同学切磋 注目 进步就太快了 同时 度无边众生 这一句是怎么说 众生有感 我们自己 无量节来 与我们有缘的众生 太多了 他们还在流道 还在舍法界 他有感 我们虽然 道业 没成就 但是有 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加持 跟阿维悦智菩萨 一样 阿维悦智菩萨 在舍法界 众生有感 他就应 换一句话 你也就有能 有这个能力 应众生之感 那你就去帮助他了 这就是度无边众生 不是几个人 不是我这一生当中 遇到就 生生世世 家亲眷属 你全都知道了 对你有亲的 是你的有缘人 跟你结怨的 也是有缘人 乃至 你在美学佛之前 你所吃的这些 冻粉丽肉 你所杀害的这些众生 通通都是你的 冤情在住 都是有缘人 你一到极乐世界 就有能力去帮助他们 度他们了 这些冤情在住都得好处了 所以这是 都能帮助他们成佛 借引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就算是成佛了 真是大菩萨的行进 岂能视为一般神文 这是一般神文 决定做不到的 后面给我们做了总结 是所谓之神文 皆以发菩萨之大心 谓不退 行菩萨之大行 行不退 去无上之大国 这是念不退 这三句话了 大臣教里面所讲的 缘争三不退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通通去除啊